兩岸的關係 我一項非常清楚的緊張 兩岸要不斷的透過溝通交流 以及相關的活動 大家彼此更增進更多的了解 才能夠讓大家和平相處 這都是不變的 所以我們希望兩岸之間 一定要非常的穩定 彼此之間互相的來理解 而且同時透過交流 深進我們的友誼的感情 大家才能夠和平穩定兩岸的集市 在登革熱浩發期間 我們除了不斷的消毒以外 特別要呼籲市民一定要行刀清刷 今天我又特別到了新店 以及到綜合地區來了解 我們上次的登革熱的控制範圍裡面 那目前我們管制範圍都已經把它管制好 那我們也嚴格禁止 我們不必要嚴格禁止我們的市民朋友 不要到管制區裡面 若違則我們就會開閥 那我們這段時間也不斷的做好清消 入戶 來幫我們市民平衡 來對登革熱給予宣導以外更重要 來消滅病美文 那颱風過雨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不斷的四天 一個禮拜 累積不斷地在做清消的過程當中 因為 下雨又造成 積水容器又增加 很怕 再產生 自身炎的解決 所以我們特別 再度 進到這可控制的範圍裡面 再好好地做清消 那目前到現在 新北市 零星的個案的登革熱 大部分都是在9月底之前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情意地 來防堵 病美文的資深 也防止我們登革熱 再度的不斷的扣大 那家裡有容器了 就要把它倒掉 那行一行 看一看 把它倒掉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 同時也把環境清消乾淨 那這樣子病人文就不會再發生